今天这个系列课程 我们走到一个叫悟空初世这么一个环节 今天我们会谈到如何去找到咱们自己的合伙人 从十缝蹦出来的创业者 也是悟空 咱们大家都知道 从十缝里头蹦出来的 为什么我来选这个图 或者说来去用十缝蹦出来的创业者来去表达 因为其实各位你去想想 很像咱们现在的中国创业环境 突然之间好像有一天 就好像这个也在谈创业 这个也在谈创业 然后手机的微信里 微博上 新闻上好像都在谈这些东西 创业创新 都一夜之间起来 咱们是突然之间是一个蜕变 或者是一个新生的感觉 而这种情况 其实在国外并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比较有名的一些创业环境好的地方是 美国我们知道 被誉为创业摇篮的一个学校 叫斯坦福 还有一个国家是以色列 以色列犹太人 大家伙知道犹太人做生意非常厉害 所以他那边创新创业教育也很有特色 但是他们属于一直是从他的大环境当中 然后包括他的人文教育也好 还有商业配套环境 是有很长时间的积淀历史 逐渐形成的这些叫创业环境 而现在我们中国的创业者 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 就好像在一夜之间 大伙子都在提创业 创业怎么怎么样 都在宣扬和推广 甚至于大部分人都鼓吹创业 而且现在在这种互联网的时代 媒体的作用在放大 就是一有谁融资成功了 一有谁上市了 做商业模式好了 很多媒体在报道 所以就让这种蹦出来的石缝感觉越来越强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叫石缝蹦出来的创业者 首先您看看您是不是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如果你横空出事了以后 叫武器不够龙攻凑 因为咱们刚刚作为一个出入社会也好 或者说是刚刚准备去 即便是一个比较 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经历和经验的人 对于创业可能也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所谓的武器是你的人才 你的技术水平 甚至你的人脉圈 你的资源支持和资金 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为武器 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些武器的话 那你就必须去寻找你的资源 你身穿鲍娃把腰个揍 你拿这武器你得去打你这路上的妖怪 你要打怪升级 我们把妖怪定为你遇到可能的挑战都有哪些 你遇到的困难可能会有哪些 创业者在支出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就是你的心态 本来我拿着一个自己施入珍宝的一个项目 或者我认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立项 你可能会到冷遇 这种冷遇很可能会来自谁 来自于你的投资方 甚至于可能来自于你想拉他入伙的人 但是他会给你的并非一个positive 有一个积极的反馈 也是有可能的 还有这种冷遇是你拿自己做出来设计的理念 我这个技术怎么完美 然后我有多少的idea进去 设计很多理念和一些技术手段 完善了那么一个产品之后 结果呈现在别人眼前的时候 给人感觉没什么 很一般了 也没有什么厉害的 就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去预测 或者说你要去想到 或者开始去做一些假想题也可以 未来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这是一个危机意识 对自己判断自己和了解自己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对未知 未来你真的不一定能够预测的很多 但是至少你要开始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在揍妖怪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你们团队之间有一些误会 你们之间的包括一些冷遇 或者需要调整心态的地方 你说当时被骂回家再归队 往往我们在自己做企业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说你创了业了 你验上总经理了 你就是给你一个个性张扬 或者说来充分无拘无束 来发挥你个性的平台 创业不是你任性的平台 不是因为你当了总经理 或者也许你站到一个什么平台上 你就可以去任性了 你要真的想把路走得扎实 走得好 走得久 这个意味着就是什么 你肯定在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挑战 这种挑战不是来自于资金 或者简简单单的一些资金销售的问题 而是说你的心态 还和你的这种层次水平境界的问题 那悟空为什么要去归队 还是侯格里自己其实也想回去 你要真是抛弃他内心的感受的时候 他也想回去 其实在这个当中 你坚持的是自己那份理想 你坚持的是自己那份执着和信念 并不是坚持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要发挥我的性格 发扬我的性格 其实不是说遏制 一定要发挥自己积极擅长的地方 但同时也要去吸纳很多 刚刚创业的时候有可能是需要你充分淋漓尽致的发挥你最长相的地方 但是你在下一步在未来走的路上 你很可能会遇到这些情况 但注意如果你的信念 你的信心 你的执着足够强大 你一定会再归队 因为那个时候遇到一些阻碍 或者遇到一些磕磕碰碰 不会轻易放弃 在这过程当中你总觉得很孤单 因为这个孤单寂寞冷 这个事其实在创业者身上真的不显见 其实你看好像是一开始年轻人一大堆人创业 然后几个人在一块干着挺热闹的 但是真正真创起业来 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是你想象中的美好 但是你要是凭意志力也很难解决 有些事情也很难解决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你单挑不过找资源 抽着你现有的团队 你比如说一开始你们凑了几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悟空在过程当中还要去借鉴一些像观音 如来 有些怪他也打不过 所以你要记住 如果你单挑不过的时候 一定开始找资源 一定要开始吸收 借鉴 探讨 学习 各位真的不丢脸 不是你名片上印了一个什么总经理了 印什么他你就不去学习了 别人的话你就听不进来了 没关系 不可能你设计的东西到哪就是OK的 一次性通关 有可能吗 有 小概率事件 也不是说靠你现在个人的能力和团队 就能把一切事就能给咬定的 所以你要记住 不是说你一个人 也许说的是你一个小团队 如果你们这个团队能力有限 怎么办 规矩矩矩的去找资源 这个资源不一定是为了找投资人 智慧的资源也是资源 不丢脸 都是创业者 我知道都印着总经理 都是董事长 不丢脸 找资源 咱的目的是干什么 是要解决问题 把自己的事业做大 把理想实现 有了一个很好的合伙人团队之后 你的合你都不用去做乌龟去过了 你记得有环节 所以你要找到合伙人以后 坐船都过去了 蛮美 我们在说 还有很多创业者的例子是什么 自己拼命跑 没人跟进 你可以分析你的团队也是一样 最开始提这个事的人 那种积极性 或者说他的那种能力和欲望 是非常非常强 自己拼命跑 但是有的时候 自己跑着跑着就会发现 没人跟 这是一个对外和对内的关系 这个错误 各位我就犯过 因为我在北京做了很多年以后 我在回天津再开公司的时候 然后我重新组建了一个团队 我还是按照我在北京以前那种基础和惯性 对外去搭建资源也好 去收客也好 但是重新做了自己的企业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的基础工作 适合于我们自己企业的基础工作 没能做上 我自己在往前去跑 但是我总感觉好像 跟我整个的队伍不是在往前去跑 也不是说在在升拉 硬拽 而是我不得不去把自己的脚步降下来 然后反过头来再拉着大伙一块往前去走 当然我说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团队的问题 责任 各位也记住 我可能稍微严肃的说一下 你的企业生死存亡 任何的好事和坏事 唯一的责任人就是你 没错 就是你 你现在看我的那个你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作为公司的核心层 也许是一个人 也许是几个人 但是家有千口 主事一人 大家可以商讨 商讨是过程 但是结论一定要出来 然后包括你的公司的文化和理念 最后都是由个人的风格形成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犯的错 我不希望别人再会出现这种问题 因为你的基础可能跟你的新组建的团队 什么的不是太一样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够自己跑的过程当中 也能让大伙跟着你一块跑 还有创业初期者就闹掰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大情况 但是确实有 因为创业初期的时候 我们大家对市场的前瞻性 或者说对未来的生活 也好事业也好 结合点价值观 并不是太吻合的时候 沟通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但是我们在谈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去阐述问题 而不是更多的去倾听 或者说和大家去达成一个共识 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各说各话 并不是说去找融合点 所以初期创业者有没有闹掰 有 但是闹掰的时候往往是因为谈不拢 我记得在多少年以前 我就听过这种话 就是好像没有一起吃不了的苦 只有一起想不了的福 而且说做企业的话 一直到什么程度会一般会闹掰 一般就是到大伙分赃不均的时候 或者到已经做起来以后 大伙分钱走的时候 其实很大程度上 种子都埋在创业初期 不是在后边 或者说后边只是展现出来的形式 只是积累出来以后展现出来的形式 所以创业者初期经过几件事以后 开始意见不同就都出来了 还有开始没事 慢慢的积累积累积累 然后最后怎么样就各说各发 但这个东西是需要融合的 这个其实类似的错误我也犯过 我看过很多创业者也在犯 越闻人越容易犯 就是越自己觉得自己水平高了越容易犯 自己经过得多 见过得多 自己有水平了 越容易犯这种错误 你就很难听进去别人的 我站在我的立场说 我认为是对的 然后就得让别人接受我们的 所以创业者之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融合的过程 很多创业者现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初期的这种融合的过程 这种融合 你看似反正一会儿先干着 干事再说 别那么多事 我听过这种声音 就说我们就先干事 先把钱赚了再说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就想简简单做一个买卖 过一段时间把它卖了也好 或者大伙赚了钱就散了 我不拦着你 你可以那么干 你不花精力在这没事 大家想着就玩命赚钱 赚完以后大伙分钱就完了 不想那么多 但凡如果你是真的想把自己的理想 然后寄托在这个企业 或者说未来的企业当中 我建议的是基础要打好 开始的融合是非常重要的 千万不是各说各话 要去融合 如果你现在不去觉得 这个确实没什么用的话 我希望的是将来有一天 你能想起来在下 能跟你今天说的这个话 也许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但是我希望是尽量往前推 不往后推 所以我们需要找什么样的团队 这也是 我刚才这个实际善理课讲到了 首先清晰自身优势和劣势 这个自身劣势 我今天会给一会儿 给大家讲一个小工具 这个你们可以用来去帮助自己 清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第二 清晰需要做的事情都哪些 这很重要 在辅导一些相对成熟的 或者说 就是有过很多年经验 经商经验的人的时候 他就问我像招聘的一些事 就是我应该怎么招人 或者说招什么样的人 就说了一个简单的话 叫因事定岗 因岗定人 我们直接想 我要什么样的人 你想不清楚 但是我要把它分解一下 你要因事 就是你先要知道你要干什么事 我再去定这个岗位 然后你再因这个岗位 什么样的人适合这样岗位 你这样的人的模型就出来了 叫因事定岗 因岗定人 别看这句话简单 你要是用的话是非常好用的 第四 那就还等什么 你就直接找靠谱人就得了 你也知道要做哪些事了 然后做这些事就需要什么人了 因事定岗 因岗定人 对吧 那就找这个人 什么样才是正确的团队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叫公交车理论 大家看这是一个公交站 都上这一辆550的这些人 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和特性 不管他是在哪站上 还是在哪站下 至少在这辆公交车上 是有他想去的目的地 他不想去这个地 他干嘛要选550 他可能选个540或者150 他不用会上你这样公交车 他一定在这个目的地 是在车路线上 好 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 他们怎么知道550这个车 有这个目的地 他一定要靠什么 叫公交站牌 在那里头就和这结合上 你要想找你的团队 什么叫正确的团队 就是上同一辆公交车的人 很简单 你现在创的这个企业 不就是公交车吗 你要是找的这些人 就是上这一辆同样的公交车的人 这些人怎么能够上去 首先他得看你的公交站牌 对不对 他得知道 原来你这车是阳风哪走 我在选择上不上你这个车 然后你这没有公交站牌的时候 试问你的这些乘客们怎么知道 或者他如何去选择 上你这辆车还是不上 所以记住了 你的企业的规划 其实就是像这种公交牌一样 这就为什么让大伙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要有效的展示出来 然后展示给别人 你才有可能吸引到人 原来我想上你这辆车 在你的路径规划当中 有我想去的地方 这才有可能吸引到正确的团队 搭台子 然后这些人让他们上车 我们一块去到一个目的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怎样去找到一个团队 其实就在这 当然了 有些人说 也许这辆公交车上 我们不是从起点做到终点 这个没关系 各位 你吸引的 你就是在这公交车上 肯定会有人上车 肯定会有人下车 大家都有各自的目的地的方向 也都是各自 虽然有各自的小目的地 但是方向是一致的 你如果上来以后 我说半斤下去 下去可以 但是他在过程当中 还是辅助咱们这辆车往前走 他不给你挑逼搅弹 他也满足他的需求了 你也满足你的需求 我需要这个人上车 他给我票钱 然后他 我上了公交车 他能把这公交车 能把我拉到我的目的地 这不双方的诉求 不就匹配上了吗 但是你得清晰 你的公交车要开到哪 你的站牌怎么分解 今天这节课 讲了两点 其实都是一个叫找到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但是怎么去找 其中有一个理论的基础 各位去看一下 有一个叫个人内在的一个冰山 经过科学家的调研说的什么 其实你看到那个冰山的体积 其实浮在海面上 仅仅是整个冰山体积的10%左右 也就是剩下的 你都根本就看不见 如果在海平面底下的话 它的冰山的造型 可能是这样斜下来一个三角形的 也可能追形 甚至于踢形 可能是四分八叉子 也就是说你无法清晰 它在海面下边的造型是什么样子 你不知道什么东西等着你 这很可怕 人就是我和您本身 咱俩人都一样 咱俩都是这冰山 我也是 您也是 我们看得见的是什么 大家看这冰山上面 这上面是海平面的冰山 对吧 我们看得见的是行为 如果再分析一点 就是一个人的穿着打扮 然后他的家庭 然后他的言谈举止等等 这些是我们能看见的 包括他做的一些 我们看起来做的决定 和说的话的语气等等 这些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所以我们把它归结为 在海平面以上 叫冰山之上的东西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是一个人的更真实的东西 是海平面以下的东西 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去评价 或者说都去下结论 是依据什么下结论 依据我们对他人看到那些表象的内容去下结论 也就是根据他的言谈 举止和行为 对其进行一些下结论的判断也好 指责批评 夸奖 甚至于咱就要背后说一些闲话 或者说自己开始去猜测 从他的行为 我觉得他是怎么样 可以演绎出来非常多的东西 人和人的心 尤其在创业者之间是一个要换新的一个关系 这个不是说你们之间是一个雇应关系 也不是意味着你们仅仅是一个分钱的关系 真的想把企业做起来 当成自己的孩子在养的话 你们要去一个交换新的过程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不能仅仅去靠表面的一些东西来去演绎 猜测 甚至指责和批评 这样的话 新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你能创业者的核心团队就有可能会散 今天去讲这些东西 你们能够意识到 或者开始意识到 原来他说这些话一定背后还是有他的价值观 有他的立场 那究竟是什么 你一旦开始好奇的时候 你就开始迈开了走进你的创业团队 走进了你的核心成员 甚至于你都可以用到你的投资人身上 你都真正了解他背后的一些动机 真正了解他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 这个世界上你所有接触的事情没有一件事跟人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一旦要跟人发生关系 你别瞎想 这个没有别的意思 你要和人之间发生那些像商业合作和其他这种关系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能够真的叫 如果从兵法上来说 叫知己知彼 对吧 百战不待 咱不说百战不待 但是知己知彼对双方都有好处 然后第二 你去让他去说 你去了解他的时候 你才会真的更了解你身边的人 才能更好地服务他 或说更好地达成双方的共识 包括未来的客户也是一样 如果你只是从表面的行为去猜测 去判断 你就会出现很多可能叫节外生枝 甚至于不同的声音 这个并不是我们最后想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一定是都能够互相的了解 能够把心交换起来 我们究竟要了解下面是什么 我们去看冰山以下的东西 有应对方式 然后还有一些感受 我们总会不太理解有些人的感受 这个感受包括 你像姿态 兴奋 着迷 愤怒 伤害 飞伤等等 这些是我们看不到的 因为人们现在开始经过在社会上的历练 可能现在有人归之为成熟 你慢慢就开始学会掩藏自己的感受 这是非常多的人擅长干的事情 当然我们现在惯了一个名词叫成熟 每个人的感受 你虽然是掩盖它 或者是不表现出来 但每个人的感受依然是存在的 然后我们还要看不见的什么东西 还有它的观点 这个观点又包括了 小字一看 信念 假设 然后预设立场 这个预设立场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咱们白话有一句话叫先入为主 有些事情 我们一旦对一个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念和判断的时候 我们就会沿着先入为主的理念和判断 不停的走下去 这就是一个叫预设立场 还有一些主观现实 还有认知 这个情况跟我们的创业者有什么样关系 如果你有一些信念过于强 我就坚持我的看法 然后我做的这些东西就是对的 我的利益是不可碰触的 有些创业者为什么会闹掰 甚至于有一些创业者为什么就很难去融合 就是我坚持着自己的一些信念 又不愿意去探究 首先要探究对方的信念 然后我们再去找融合的点 如果融合不了 我们放下 我们为共同努力再往前干事 可以 但是有些就是揪着自己的信念不放 所以才造成了很多的创业者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 邪游记这三个人 悟空 猪八戒 还有沙和尚 这三个人是不是信念不一样 我们可以说信念完全不一样 悟空属于这种侯性 或者你看老猪又好色 好吃懒作 他属于叫霍西尼的 人家沙和尚叫不招杀 不惹祸 我就低头干我的事就得了 对吧 他们的角色分得很清楚 有霍西尼的 然后有的玩命拼搏符曲的 然后有个师父在那天天说向西 然后你念经 向西 对吧 还有一个踏实干活的 这个理念可以不一样 但是他们是在融合 但如果都坚持自己理念 这个妖怪就得打死 你们也得跟我一块打死 你们不打死 他要打死你们 要是本身这样的 全是跟悟空那么激 对吧 因为悟空他看的是有火眼睛睛 他有这样的信念 但是别人没有 而且悟空那种暴性的 如果都按他的信念走 这个也融合不到一块 每个人都有冰山以下的东西 因为你了解了冰山以下的东西 你才能开始去尊重它 才开始去愿意听他的一些意见和见解 否则的话全都在说自己的话 今天给大伙分享那么一个小工具 我们刚才说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建立在冰山的基础上 认知每个人都在行为的后边 还有其背后的一些东西 那些事其实不太容易 但今天先给大伙分享一个这个东西 叫Disk 这是一个测试 这个Disk是个什么东西 大伙知道测谎仪 这个Disk的发明者 其实是一个测谎仪的发明者 这人叫威廉·莫尔顿·马斯顿 这个人发明的叫Disk 当时发明测谎仪 可能对他后来去发明Disk测试工具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Disk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首先它是一个行为风格 我要强调一点 是叫行为风格 什么叫行为风格 它不是你的性格 记住它不是你的性格 它只是你的行为风格 而这个行为风格会随着你在做事情 回着你环境的变化 随着你周围人和你境遇的一些变化 和心境的变化 你的行为风格一定会发生一些转移的 或者说甚至于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只是初步去了解 一些你的行为风格是什么 然后所以分成四个向下 如果这个方法也可能通过一些工具 做一些测试题 可以去看到 但是其实也没有必要 就是一定要去做 因为你真的钻进去 你会发现从它的一些表象当中 从它的一些外在的情况 就能体现出来 它是有可能偏向哪个风格 我们有时候在公司的时候 如果来了一些员工也好 或者说是来个我们新教练 或者新客户 跟他聊两句沟通完了以后 你先别测 你先别让他测 你先从他的言谈举止 穿着打扮 你来去猜 你来去猜一下 它可能是个什么行为风格 可能是个什么行为风格 然后我们去看你猜的这个 和最后测出来的结果有多大偏差 这也是个锻炼 其实我们在当时培训的时候就说 是一个比较爱 它的英文是叫influence 是叫影响性的 他喜欢爱表现 或者说爱线这种人 我是有点那种性格的 所以你去看一般爱情的人的穿着打扮来说 如果你周围有 现在你身边的人有的话 他的穿着打扮并不是太普通的 他会比较讲究 甚至于他喜欢站在人的面前 不管他的头发也好 还是他的这种配饰也好 还是衣着你放心 绝对不会是那种大众款 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他多多少少 或者说他占主要部分的 一定是和别人不太一样的 精心的打扮的 这样一般人是爱的人 你从穿着上就能看得出来 所以对爱的人会怎么样 就要去多表扬多夸奖 这种表扬夸奖 不是说挺好的挺棒的 真不错 不行 对爱的人的表扬和夸奖 一定得别出心裁 总得换个词 想个办法去夸他 然后这样的人他会高兴 然后会更接纳你 D型和C型的人 他们是关注事情更多 然后I型和S型的人 他们这两种属于更关注人 也就是人际关系 D型的属于是 属于外向 同时又比较关注事的人 D型其实叫Dominant Dominant是一个统治型的人 当领导的人 一般都属于D型的人 他的行为风格会比较多 然后C型的人 他是属于也关注事 但是他是内向关注事的人 C型的人是更关注一些细节的人 然后他是属于我关注事件本身 但是我要把它拆得很细 一般什么人 就是像一些做会计 或者做研发的人 C型的人比较多 他也要注意流程 收集信息整理 然后得出结论 然后I型和S型的人 两个人也都是偏向人际关系 但是他们两个区别 同样也是一个外向一个内向 这有一些小工具的话 让你起码从简单的角度上来说 先去更多了解你身边的人 不管是客户也好 还是你身边的客户人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我其实有些课讲到一个叫杜绝 或者拒绝碎片化信息 记得吧 其实我个人认为的创业教育 一个是知识 或者说工具管理知识的一个传递 我觉得这个是浅层次的 其实更多层次的东西 一定是培养创业者的一种思维方式 思维习惯 是对精神层面的东西 因为你最后一个人能不能成事 不是说你到底学了多少工具 或者掌握了多少工具 如果你的思维模式建立不起来 学了一堆管理工具或者知识 会让你越来越乱 这还是调一下 那照一下 要不拿这个 要不明显拿捡个那个 但是你实际想干的这个事 哪个工具都不合适 但如果你的心证模式 没能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学那些东西 倒会给你造成一些压力 你也不知道在什么时间 去用什么样的东西 各位也是一样 你可以不现在做 没关系 但是建立起来 什么样的思维意识和思维习惯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也是你能和他人真正能区别开 做出不一样的事情来 你的企业也好 还是你的人生也好 能活出不一样的光彩来的 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不在于我是不是 今天听了这个人的课 今天我听了那个大师的课 何必要 这个我今天跟大师 我拜了个佛 跟他没关系 而是在于你自己的思维 我插一句国学的东西来说的话 它是叫什么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或者叫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是你自己把这个思想 往哪去转 如果你自己去修炼它 比如说你开始去建立这种 我去一些学习这些东西 学完了以后 融会到我自己的身上 而不是说天天 我是不是找点资金 我天天筹着找资金 我天天赶紧进行企业 赶紧找客户 我一直讲叫动静结合 我第一节课 有个大伙讲动静结合 如果天天在挖空心 在去想那些事的时候 那个很可能对你来说 是个地狱 因为你既没有享受过程 而且结果可能也会出现偏差 但是天堂是什么 有些事情 你虽然没现在马上去做 但是在你的意识里 开始不断地培养培养 即便你拿出来要做的那一天 也会得心应手 而不会手忙脚乱 现在就是把今天讲的东西 开始静下来 容一下 既然我觉得你选择了 坐在镜头前 去看咱们的这个东西 我相信你就是一个 至少开始愿意静下来的人 所以就给自己 稍微多静一会儿 去做一些东西 让你后面会走得更顺 感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下期课再见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